感謝我的父親對這個家庭的責任 然後感謝我的先生 對我的愛 對孩子的愛 其實我覺得最珍貴的 應該說我們最珍貴的一段回憶是 我上五專 然後我念那個學校是要坐校車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爸剛好他上班的地點 跟我坐校車的地點是順的 所以我們早上就會一起出門 然後我們會一起去買早餐 買完早餐以後他就送我到那個地方 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種時刻你們可能也不聊天不講話 但其實現在回想起來 很浪漫也很珍貴 我覺得靜寶是一個很幸運的小孩 因為不是所有的父親都可以做好那樣 他是兩百分的爸爸 而且我覺得他父兼母子 像我昨天工作完回到家 我又繼續在練習我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我老公就是他會為他吃飯 打理他 幫他洗澡 還帶狗去大便尿尿 然後準備安撫他 幫他泡奶 讓他睡覺 他這一切這一切 其實就是讓我什麼都不要做 就是先專注於在我的工作 我要做的事情上面 其實是滿感動的 他做的真的比大家想像的還好多 應該是不用了 還好 我就把自己洗乾淨 然後放在床上送他 怎麼又歪掉了 前面還滿動人 滿感性的 怎麼後面又歪掉